I slava ni hoi 披着乌克兰国旗唱乌克兰国歌 这群歌剧演员在乌克兰西部街头 用歌声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爱 而海外也有一群乌克兰表演者很心急 在法火巡回演出的乌克兰基辅芭蕾舞团34名成员 在2月底抵达巴黎的隔天 是透过电视才知道家园遭俄罗斯入侵 但现在他们因为战火全回不了家 但还是有原本在海外的乌克兰人决定 把齐尔留在匈牙利 自己奔回家乡上战场 像是他乌克兰退役网球名将斯塔霍斯基 曾是我网球选手卢彦勋的前搭档 做出上战场这决定 也获得世界排名第二的乔科维奇说要给经济上援助 至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 英国影视圈也踏伐 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电影学院奖 主持人胖爱美瑞贝尔·威尔森 就在典礼上直接嗆下普钦 全世界各角落都在为饱受战争威胁的当地民众发声 要告诉乌克兰人他们不孤单 TV北新闻 刘宜君 韩仁伦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